《达字炭中和》 要达字炭中和 其實剛才Steven約了提及 在電動車領域 其中一個投資主題 因為很直接的 無論全球 現在佔最大比例的 骯髒東西 一個領域就是在說車 就是交通 第二就是發電 我們剛才說了車 第二就是發電領域 有很多東西選擇 又有光復 又有太陽能 又有核能 又有氫氣 那我們是怎樣選擇 很多人說 是否要看著爺爺的目標 其實說真的 有很多大行估計 我看十份 八份都是買重 一個叫做太陽能 一個叫做光復 是否這樣想 光復的增長 應該是會比較強勁的 另外那些 因為我們做EDF的發行商 我們就會建議大家 投資的時候 我們叫做不是單一的 不是Mutually Exit 不是你買了光復 你就不可以買其他那些 那拿一個綜合的投資的點 我們會建議一些 因為政策方面會有轉變 逐點說其實是很難估計的 但是起碼大環境 大家應該是看到的 就是每個國家都會有一個目標 邁向這個目標 就要靠這麼多不同的再生能源 一起的努力 投放資源 那哪一個會跑出呢 是否大家做投資的時候 是否只是買跑出那一隻 還是如果想不到 那是否應該要分散一點去買 這個是投資者自己的一個選擇 是的 不過剛才師傅提到的 光復的增長 現在市面上的街上 普遍其實是相當看好 例如早前 譬如匯豐的一份最新的報告 就估計未來的五年左右 內地的光復行業的復合增長 可以達到差不多19% 是的 如果說太陽能 其實它估計15%左右 其實兩者都是火車頭 大家可以在資產背誌 想多一點 或者留意多一點的企業消息 像我一樣 一般的有些人 因為我可以在社交的 身上看 音樂 用那個牌子 來看 那啊 一定要等一種 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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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